湖南最励志车牌 1998年7月 乡一88888路户到奔驰S320上 在那个私家车还没有普及的年代 就算开一辆夏丽都足以让众人羡慕 何况是挂着5个8的百万奔驰 豪车配上辆号 20年以来 这辆车一直都是焦点 可惜后来跌落了 2018年 有网友在街头遇到了一辆宝骏310 牌照也是乡一88888 当时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宝骏不会是套牌车吧 随后这辆宝骏火遍了当地朋友圈 有人说这辆宝骏是套牌 也有人反驳 套牌谁敢套这样的牌照 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后来真相浮出水面 这辆宝骏并非套牌车 既然不是套牌车 为什么从百万奔驰变成了宝骏 中间经历了什么 后来了解得知 原来车主没钱换豪车了 早在2014年 还曾有人发帖称要出售这个牌照 可惜一直无人问津 随着时间的推移 2017年 乡一88888进入了黄标车名单 如果再不换车就要被淘汰了 后来乡一88888被迫变成了宝骏310 以前跟百万奔驰 现在跟四万宝骏 这落差有点大 不过话又说回来 原生再是难免起起伏伏 跌落是为了攀爬 后来果然不负众望 乡一88888又变成了怒狐懒烧 以前是白色 如今改成了双拼色 跌倒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爬起来的勇气